《月球》 《月球》 另外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我們想到第一首月球的月球 月球怎麼想的 當第一次登陸月球的成功 我們想到1969 這些《Borrowed Eleven》 我們把這個石頭月拿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分析這兩回數 很訝異的是 月球跟地球的兩回數是完全沒有的 剛才我所秀的 我還看見 地球跟月球的兩回數是怎麼樣的 所以地球跟月球的同樣兩回數代表 我自己所說 地球跟月球的起步可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只要去看說 它的 化學時代 我們知道 這個月球 地球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 暗默酷 可是 當你去看月球的時候 很大就 月球沒有這個 鐵核心 至少有時候它有把這個 長得很強 那就是說 這個地球的平均 這個地球的平均 這個地球的長度 然後 然後月球這個 這三個 這三個 基本上 這兩個都是我們說 月球的濃縮化體 地球的體 對 這兩個地球之間 我們直接從三個 去尋出來 那 基本上 大概就是說 它間接 或直接的 去 間接 去 去 支援 這個時候 有一個 轉眼鏡 這個 我在裡面聽過說 這個 月球的成績 是紀錄一個很大的 一個 行星跟地球 撞起之後 然後 當撞起的時候 這個能量非常非常大 它的溫度 瞬間的溫度 會達到幾萬度 甚至幾萬度 所以 它那時候 小行星的這個 直接MERS 到地球的扣弧 到地球的扣弧 裡面去 然後 這個 然後 它在地球的扣弧 就不太多 然後 有很多的這些 所謂的 犧牲員的東西 會丟到地球的扣弧 到上面 然後 然後 越長 這些 都是這個 這些 這些 所以 越長 在化學上來講 它是缺少體的 所以 這個 它們的 這個 核心 跟它的 平均力度 這 都 代表了 越長的 確體 然後 再從 彈塑管理上 我們看 它是 同樣的 原理 所以 它是說 這間接的去 support 這個 越長的行程 所以說 進入了 這個 從 這個 剛才說 講的 定理概念 我們再去看 大概 然後 行程 大概 在 在天洋氣行程 之後 38 之後 所以 基本上 它是 差不多 4.02 到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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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爭議 關於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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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的這個方式 在 在 月球 形成的 在 月球 形成的 發生了 非常有趣的事情 叫做 Late Heavy Bartman Late 它形成 在月球 之後 就成功了 這個 它是 一個很 很 劇烈的 一個 那個 我想 我怎麼 還 不在想 它 是 就所謂的 女士團結的 這個 Event 它的年代 大概是從 401到 3.8 這個年代 主要 這個是從 我們所分析月球的 螢幕所得到的 因為 月球很深 如果這個是真的話 在同樣的這個事件 會影響到 月球 有什麼 進行 進行 水晶 我們這個 都有很多證據 這個證據 說 會影響 這個 有很多 影響 為什麽沒有產生這個事件 而 有人去推測 是 所謂的 這些 巨大 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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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含很多病的物體,其實它是蠻大型的 它如果說在這個情況下,它的軌道是不是很大? 所以它的軌道會迫使這個所謂的Gas轉換 主要是Neptune的王星會往外走 然後這個木星圖形往內走 然後它發生的時候,會帶很多這些軌道的軌道 它會把它帶往一些的事情 如果這個真的發生的話,它會強生很多厲害的東西 它就是能強調出來,因為它是所謂的內部的行星 就是選擇進行地球的行星 當然這次是一個Neptune的時候的選擇 說在這種情況下,它可以採用這個 至於它四個真正真的是這樣採用 或是說它真的有這個軌道 它是還有一些專業的 這個Lake Heavy的軌道就是在地球 在這個月球的影響,遠比這個在地球的影響要小 這個大家會看到說,地球海的行程 地球的生物的行程都跟這個時間 這個影響有相當關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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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